佛门有个词 叫看破红尘 意思是看透了凡尘俗世的一切 对世俗不再留恋 常人要放下都不容易 更何况要看破这娱乐圈的名利场更是不易 但也有这么几位女明星 看破一切 出家削发为你 有人因事业遇错 还有人为情所困 接下来 大家就一起来看看出家为你的女星境况对比吧 1.桑妮 桑妮原名叫苏翠玉 是台湾高雄人 1983年 桑妮高中毕业 怀穿演员梦的她 报考了台北戏剧学院 并以优异的成绩被该校录取 从学校毕业后 桑妮凭着一些演戏的经验和清纯的外貌 被一家影视公司招到自己旗下 把她送到了演员培训班 当时有不少知名艺人都在这培训过 1990年 她和郑少秋一起主演了电视剧《刺客列传》 桑妮一下子火了 随着人气不断上涨 桑妮开始搭档一线明星拍戏 渐渐地 她发现演戏不像她以为的那么简单 不是接戏拍戏就可以了 要想得到某个角色 你得牺牲一些东西去教话 而这恰恰是桑妮所不齿的 桑妮拒绝接受这样的潜规则 变成了别人眼里的另类 桑妮的戏源一下子减少 甚至遭到了报复 她无戏可拍 于是转身去了日本 在日本桑妮决定出家维尼 不再入这俗世 不过远离城市的生活 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 出家不到两年 桑妮回家探亲时 才发现年迈的父母失去经济来源 生活迥困 桑妮对父母满怀愧疚 放心不下 决定还俗 2011年 桑妮参演的电视剧《牵手》播出后 她就再也没出现在屏幕上 如今已50多岁的桑妮 应该过上了自己梦想的生活 光明的坦途 并不一定是灯红酒绿 鲜花锦簇 追求内心清静的人 在何处都能淤泥不染 2.杨洁薇 杨洁薇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女人 她不仅长得漂亮 而且还非常时尚 在当时也算是炙手可热的人物 对于那时的杨洁薇来说 谭永林只是一个刚刚出道的小子而已 可是在谭永林的猛烈追求之下 杨洁薇心动了 她爱上了谭永林 为了谭永林 她辞去了自己的工作 再也不肯为别人做造型 只为谭永林一个人服务 杨洁薇陪伴着谭永林 走过了最艰难的一段时光 谭永林也给了杨洁薇应有的名分 但是为了谭永林的事业 杨洁薇付出的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甚至放弃了自己当妈妈的机会 只是这对于杨洁薇来说 却是噩梦的开始 因为杨洁薇不能生育 所以谭永林背叛了她 和朱永廷生了一个孩子 这对于杨洁薇来说 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虽然起初还有谭永林的 家人力挺杨洁薇 可是最后朱永廷 还是代替了杨洁薇的位置 而心灰意冷的杨洁薇 选择出家为你 三 庄文青 熟悉庄文青的人都知道 她的长相在 岔子烟红的娱乐圈并不出众 但她凭借活泼俏皮的风格 和百变的演技 成为那个年代港剧的金牌绿叶 而且也正是 有了像庄文青这类人的衬托 才会让那些主角大放异彩 不过 相比于她的演员之路 她的感情生活更值得同情 庄文青与前夫赵振强 同为无限议员培训班的同学 两人1976年步入婚姻的殿堂 虽然 当时他们两人都没有太大的名气 但也是恩爱有加 然而 随着前夫赵振强的事业一军突起 两人幸福生活戛然而止 前夫不但丢下了庄文青 还卷走了大部分家产 生命中两个最重要的男人都离他而去 一系列的打击令庄文青对生活失去了信心 他最终在不安和恐惧中选择隐退 后来庄文青接触到佛法 看待红尘 在离婚后选择出家为宜 常伴清登古佛 偶尔也会为大家讲讲佛法 四 袁杰盈 王柏明是改变袁杰盈一生的贵人 刚进香港演艺圈时 袁杰盈还未成年 合约是家人代签的 当时与公司签的合同是每个暑假拍一部电影 所以就有了《开心鬼放暑假》这系列电影 电影一上映就大受欢迎 随着名气越来越大 片约不断 不久袁杰盈就放弃学业 专心拍电影了 1989年 袁杰盈被洪金宝邀请出演他指导的 群龙戏凤中楚楚动人的小翠 一改往日他叛逆的形象 尾时让大家眼前一亮 后来袁杰盈21岁时被逼着拍摄一部风月片 《上海1920》 这部片之后 袁杰盈怕了 他脱离影坛 投入小屏幕 被TVB内入旗下 和TVB签了十年长约 这十年间 袁杰盈出演了众多剧集 留下太多经典角色 TVB给了袁杰盈一个另外的从艺之路 袁杰盈也开始了他几段坎坷的恋情 然而接连不断的感情失败 袁杰盈开始怀疑自我 找不到自信 总觉得是由于自己不好看了 自己才挫折累累 之后更是得了厌实症 2002年与沈殿霞共同出演最后一部电视剧后 就离开了TVB 2003年 袁杰盈到内地拍摄了一部电视剧后就吸引了 脱离娱乐圈的袁杰盈 其实还是具有很高的知名度的 跟拍的记者也总是不少 现如今 已经五十多岁的袁杰盈 相貌叫同龄女明星们 苍老不少 依旧孤身一人 她曾坦言自己早已皈依佛门 一直以来身边的好友仍旧是最初出道时 还在少女时期结交下来的李立珍 百安妮等人 最信任的依旧是黄柏玲 王祖贤 王祖贤1967年1月31日生于台湾台北 1984年 首次主演电影今年的湖畔会很冷 其后签约邵氏电影公司到香港发展 之后出演电影 《倩女幽魂》中聂小倩 并获得当年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提名 1994年后 王祖贤逐渐淡出影圈 1998年发行了个人国语专辑《与世隔绝》 日语专辑Angelis 之前 有网友在加拿大温哥华林石山寺偶遇王祖贤 一代女神过着不被世俗打扰的生活 王祖贤身穿居室服 什么是居室呢 只就识出家人对在家信道的人的范称 出家有很多种 有到寺庙里出家当尼姑或者当和尚的 也有在家出家修行的 王祖贤属于后者 有网友注意到 王祖贤虽然五十多岁了 可皮肤依旧白到发光 脸上的皱纹很少 几乎没有 只不过略微有些浮肿 她的眼神和当年演电影时差别很大 现在的她满目沧桑 给人一种经历了很多风雨的感觉 每个人都有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 离开了娱乐圈后 王祖贤不再活在聚光灯下 她可以随心所欲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有舍有得 这何尝不是一种智慧的体现呢 陈玉莲出生于香港 父母都是农民 但是在少年时 因为帮大姐打工的娱乐杂志社帮忙 从而接触到了娱乐圈 让陈玉莲对娱乐圈产生了兴趣 中学毕业后 陈玉莲进入了无线电视台第六期的一员训练班 从而进入了娱乐圈 开始了演员生涯 陈玉莲十八岁时 出演了自己第一部作品《倚天屠龙记》 也靠着这部电影获得了关注 从1982年开始 陈玉莲就出演了不少的女主角色 这些角色让陈玉莲获得了巨大的关注 而陈玉莲的事业也是发展到了顶峰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 就在陈玉莲事业巅峰时 陈玉莲居然出演了一部 让人非常惊讶的风月片 虽然出演了大尺度电影 但是事业依然是处于巅峰时 虽然事业处于巅峰时期 但是陈玉莲的感情生活 却是坎坷不已 陈玉莲的第一段感情 适合周润发 分手后在沈殿霞的介绍下 认识了商人陈超武 两人在美国结婚 婚后的两人生活得非常幸福 但是这段婚姻也仅仅持续了八年的时间 因为性格不合 两人已离婚结束 结束后的陈玉莲回到了香港 在度过两年的感情空白期后 陈玉莲遇到了第三任对象 广告片导演蔡美诗 两人度过了非常美好的十一年时光 之后两人在2005年分手了 结束了十一年的感情 而陈玉莲也在分手后 一人度过 陈玉莲说不想找伴侣了 而且近年来有媒体报道 陈玉莲拜师 跟随高僧修行 不再过问世事 如今60多的陈玉莲 一个人生活得非常好 祝愿陈玉莲之后的生活里 身体健康 幸福快乐 七 马米尔 马米尔在16岁念完中三后 便报独立的电视台第二期 议员训练班 受训没多久后 由于极具天赋 他很快就被相众出演重要角色 渐渐崭露头角 1978年 鳄鱼类的导演麦当雄 大胆启用他演阿皮 这个角色 随即受到广泛关注 可以说是一炮而红 人气蹭蹭蹭往上涨 他还凭着这部戏 跟剧中的两位主角 共同获奖 风头一时无两 借着这个当红势头 他接连演了多部电视剧 获得很不错的收视率 他也由此奠定了 自己在立的电视台 当家花旦的地位 就在事业正处在巅峰期时 马米尔突然宣布退出娱乐圈 没多久就跑去结婚生子 专心在家做贤妻良母了 之后的他 很长一段时间里 都消失在观众的视野中 待他重新回到屏幕前 已经是18年以后了 那时他收到亚氏的邀请 回去拍了 万家灯火 但在拍摄完毕后 他就一直在加拿大定居 极少在公开露面 2008年 马米尔的母亲因不敌病魔离世 这件事对马米尔的人生 造成极大的影响 母亲去世后的一年里 马米尔看破了红尘 选择在印度达兰萨拉剔度出家 即使家人感到相当不舍 他还把出家的日子定在9月21日 作为对母亲的纪念 出家后 他表示很享受当前的状态 生活简单规律 回归到自己的内心 也感到更加开心 人生在世有很多种活法 在娱乐圈追名逐利是一种选择 有时候选择放下红尘俗事 也是一种智慧